朱元璋立下祖训不可攻打此国 朱棣抢过皇位后表示 我就偏要打的 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 让朱棣不惜违背祖训也要攻打 跟随我的脚步 接着往下看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每每说到这句话 大家想到的都是明朝 而这个天子守国门 说的便是朱棣 当初朱元璋定都南京 之后燕王朱棣发起靖南之意 抢过皇位 之后也在南京登基 但是他后来迁都北京 离草原部落更近一步 靠近边关重镇山海关的好处 就是牢牢地守住了国门 避免草原部落侵扰 而朱棣的一生中 可不是只有这一次 是和朱元璋对着干的 当初朱元璋立下祖训 列出了十五个不争国 而当时的越南便是其中之一 朱棣登基后组织了三十万人 马徽军南下攻打越南 最终当时越南的掌权者 弃城而逃 可仔细想想 越南只不过弹丸之地 为什么会让朱棣 违背朱元璋的意愿 调动三十万军马前去攻打 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朱棣和越南之间的故事 欢迎点赞 订阅 留下你的看法 一 越南当时什么地位 越南在古代的时候 不叫越南 叫做安南 当时的安南可以说是 并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国力微薄 人口数量也少 很多方面的发展都很落后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 安南看到大明王朝的实力 自然也想依附上来 获得庇佑 于是 安南就成了第一个对大明王朝 对朱元璋俯首称臣的国家 因此 安南的领导者 也被朱元璋赤封了身份 从此 安南就成了大明的藩属国 定期向大明进攻 而朱元璋呢 在逝世后 给子孙留下了皇明祖讯 这里面就规定了 不得对十五个国家出兵征讨 当年大明的第一个小弟 安南肯定也是在其中的 按理说 国土面积很小 国力薄弱可抢占的资源很少 又是大明的小弟定期进攻 朱棣不应该挥军攻打安南呀 而且不只是调集三十万兵马 这么简单 当时大明国都南京离安南 有将近五千里 三十万兵马 长途跋涉五千里 就为了攻打这么个小地方 那所耗费的资源可不小啊 二 朱棣为何非要打 明成祖朱棣攻打安南 可不是因为某天心血来潮 毕竟付出这么大代价 不是闹着玩的 朱棣攻打安南 这就要从安南国王子 念见朱棣开始说起了 在高皇帝在位的几十年里 安南一直都是相安无事的 小小的藩属国也闹不出什么大动静 而当朱允文和朱棣在争夺皇权的时候 安南也不太平了 安南的皇帝被一个权臣给架空 大臣掌握了安南 所有国家正是皇帝都插不上手 这个情况对于安南的皇室来说 可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名叫黎记的大臣 不仅掌控了安南的大权 还让军队的士兵频繁地去大明边境作乱 朱棣是有名的铁血君王 还能让一个小小的藩属国的臣子被欺负了 于是朱棣便传消息到安南 要出兵攻打安南 帮皇室夺回大权 大臣收到消息之后 也是没有了之前的强后 马上回信称自己会归还皇位 并且亲自来大明向朱棣认罪请罚 朱棣一看这消息 心想 这大臣也不过如此吗 我大明的威严震慑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于是 朱棣就派骑兵保护安南王子回国 本来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可谁曾想 这个黎记是假意认错 并且在半路上设下埋伏 把朱棣派遣的骑兵和安南国王子给一锅端了 好呀 一个藩属国的大臣 敢骑到我永乐皇帝的脖子上打我的脸 那我就踩在你的身上灭了你全家 朱棣当即就下令 命令英国公张辅帅三十万大军 直奔安南 三十万大军足够下到黎记了 而明军还放出消息宣称是八十万人马 这下黎记慌了 三十万兵马一路南下打到安南 黎记的军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就这样黎记弃城逃跑 但还是被捉回南京凌迟处死了 而当时的安南皇室已经被屠戮带进了 也没办法立刻找到合适的人去继续登上皇位 朱棣索性就将安南纳入大明版图 成为了大明的一个省 郊治省 并在这里设置了郊治城宣布正式司 这件事情中虽然说 朱棣是为了帮帆蜀国清理全臣势力 帮帆蜀国皇室重回皇位 但其实这里面有朱棣更深层的考虑与布局 三 朱棣违背祖讯是为了什么 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共有两点 其一 朱棣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 为了后世流传时的英明 皇帝对于后世的评价是非常看重的 从朱棣开始发动靖南之意抢夺皇位来说 他打着靖南的口号 无非就是为了撇清自己 不想后世称他为基于皇位 杀之夺权 皇位来的不正的皇帝 所以起兵夺权的时候 会用一个名义 而登基之后 更需要一些政绩来表明 自己是一个坐实士 有实力的皇帝 而越南这次事件 给了他一个机会 越南其实自秦汉开始 就一直是国内的疆土 只不过在南北朝时期 越南独立出来 自立为国 但是那时候的安南 也是一直以藩属国的身份存在的 所以那时的人们对于越南的印象 还是属于自己国家的 而朱棣消灭全臣 把安南设置为交之省 其实也算是收复国土 在百姓心里也建立了一个新的业绩 也因为越南被收复 大明边境的骚扰明显变少了 其二 就是越南的地理位置 交之省地形狭长 而且南部向外一直延伸到南海 离吕宋群岛很近 这样的地理位置 让这片土地对朱棣来说 变得尤其重要 大明南边沿海地区 想要和其他国家通商 交之这片的海域是必经之地 通过后面大明的发展 我们也能看出来 朱棣其实心里早就对这个区域有了打算 正和下西洋的过程中 交之省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七下西洋 对明朝的外交帮助很大 把大明的实力传播到了西亚和非洲 打开了通商之路 而在明朝对外贸易中 交之省起到了一个中间补给站的作用 使进出口商品都变得更方便 之后二十余年中 明朝的海上贸易发展得非常好 因此来说 这个地区对明朝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这个地区对明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也只是维持了二十余年 朱棣去世后 朱高市继位 随即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继位 他登基后就下列 军队士兵全面撤出交之省 于是交之省又回到了独立状态 四 此处这么重要 为何要撤出呢 朱瞻基在登基之后 之所以下令全面撤出 还是因为当地的情况 尽管在朱棣看来 收复安南 属于是把自己的国土收回来 可是当地人却不这么认为 从南北朝开始建国以后 他们一直都是内部管理的 尽管是藩属国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自己的君主在管理自己的国家 大明冷不丁插手进来 把国家变成了大明的一个省 这和当地人的心意是完全相悲的 他们朱棣的收复行为 看作是侵略行为 因此民间也出来了很多起义的组织 想摆脱明朝的控制 而起义频发的安南 是非常不好控制的 虽然可以派兵镇压 打掉起义组织 但是想让他们真的从心里去归顺大明 还是很难的 秦始皇当初为什么要统一文字和度量衡 一方面是为了方便不同国家之间 百姓的交流和贸易 再一方面就是这样能弱化原有国家的文化 来让百姓逐渐认可这个新的国家和统治者 安南也是一样的 在之前那么长时间的独立中 安南有自己的语言 文字等文化 朱瞻基纵然可以一直派兵镇压起义 可以彻底扫清当前的起义组织 但是却没那么容易同化安南国人民的文化 更改变不了安南百姓对明军是侵略者的想法 另一方面则是收益和支出的问题 尽管当时越南对大明的海上贸易有不少贡献 可是这个税收却并没有那么理想 当然这也是基于当地的成本来说的 成为交织省之后 派兵驻扎的军费就是一大问题 一个小小的地区 朱瞻基需要每年几百万两的银子 去支撑军队 而这个地区每年的税收只不过才区区几万两 如此大的差距之下 对朱瞻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买卖 这相当于是朱瞻这里的军费 大部分还是由朝廷来支付的 南边需要投入这么多资金 北边又得应付瓦剌的不断骚扰 一旦防守不及时 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攻进国都北平 没了安南也就没了 没了国都 大明可就没了 孰清孰众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于是在资金和边境侵袭的两方压力下 朱瞻基下令撤兵 与其在这样高成本的投入 就不如放弃这个年年亏钱的地方 专注北方边境的守卫 朱瞻基撤兵之后 封离立为安南国王 直到这里 安南又回到了独立的身份 成为了大明的藩蜀国 并且这样过了一百多年 大明的嘉靖皇帝才又派兵攻入安南 将安南从藩蜀国将成了藩蜀帝 安南又一次进入明朝的版图之中 到了清朝嘉庆七年 也就是1802年 阮氏祖建立阮朝 两年后 定国号越南 成为了清朝藩蜀国 到了清末时期 越南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从此 越南就算完全和我们没有关系了